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北馬拉松我自己都準備了哪些裝備 我會給大家一些訓練上的小建議 這八週你可以大概切為四週兩週兩週 四週大概就是基礎期的訓練 在這基礎期過程當中 前一天正常飲食就好 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每年在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比賽 也就是跑者們的最重要期末考 台北馬拉松即將登場 從現在開始算到台北馬拉松 大概剩下八週的時間 回想我去年在台北馬拉松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已經算是在當時候 我自己已經盡到大概95%的力量 來完成那種賽事 去年我的完賽成績是全馬 3小時28分 所以今年我希望可以在這場比賽當中 來突破我個人的最佳成績 目前以這幾週的訓練狀況來看 我自己最希望的是 大概可以希望低標要3小時15分內 那如果高標的話 再看接下來的八週訓練 可以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這支影片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從現在開始到台北馬拉松 大概到數八週的時間 你還可以做什麼樣的準備 以及呢 在賽事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一些裝備上 或者是賽前 該怎麼樣針對比賽 來做一些賽前的應戰 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半年 我大約是八月底開始恢復訓練 那到現在已經大概進行了大概是八週的時間 在這八週呢 在前面的部分 我幾乎都是用大概比較強度2到3區的這種配速跑 然後來快速的恢復我的體能 因為在當時候其實如果要跑很多 就是低強度的慢跑 我覺得恢復時間比較短 而且我的訓練時間有限 所以在前面幾週呢 我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完成我的恢復訓練 那在這段時間呢 我的3公里、5公里、10公里 在這段期間也做了蠻多次的測驗 我覺得也算是有符合我自己小小的期待 目前我的3公里大概可以跑到10分45秒 那5公里大概是19分0幾秒 那10公里大概是40分 我記得比賽40分30幾秒 所以以這個幾個比賽成績來講 目前我個人評估我的狀況 如果要跑到3小時15分 應該是多加強體能、有氧端 就應該是有機會可以達成 但如果可以看到推到什麼樣的程度 也就是接下來八週比較重要的課題 那我現在人的位置呢 就是我們在全馬 當時候大約37公里處的地方 再往前跑一點點 就是我們37.5公里的 喝水的補給站 那這個地方呢 應該是全馬跑者的惡夢吧 河堤風超大 而且轉過來的時候路又超小 但是跑過去之後 就距離我們南京東路小巨蛋的終點 越來越近了 那其實從8月以來 我在各個月份都規劃了一場比賽來做參加 也算是準備台北馬前的小小驗收 從9月有第一場10K 10月跟11月呢 分別都有一場半馬 那這兩場半馬呢 也是算於我的小小的終繼點挑戰 那在這個期中考的時候呢 我也會在半馬當中 盡可能去突破我自己的最佳成績 那最終目標 當然是最後的大賽事 也就是年底的台北馬阿松 那在這樣的賽事規劃當中呢 我自己的週期化安排 會有包括了三週的七組期 三週的進展期 三週的巔峰期 最後還有三週的比賽期 那這幾個週期呢 分別訓練什麼 或是代表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在最後還是會分享給大家知道 所以在這幾週的時間 我已經透過第一場10K 達到我初步的目標 那這個週末的半馬 我也會希望可以達到 我目標這一次是可以 看能不能摸到半馬90分的邊緣 這樣對我在台北馬阿松 要突破更好的成績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北馬阿松 我自己都準備了哪些裝備 那往年在台北馬阿松的天氣啊 通常都會是蠻涼的狀態 去年我記得大概是8度吧 而且當天其實是有一點點飄的小雨嗎 有點忘了 但是天氣 超級暖 天氣是真的很冷 應該是乾冷啦 應該是沒有下雨 但那天我記得 我們就是保暖裝備做得很徹底 那其實在比賽當中 如果你的保暖做得不夠徹底 其實會對於你的身體 維持一個穩定的核心溫度 是有一定難度的 那如果沒樂開的情況 其實對於你在跑步過程當中的表現 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我個人在台北馬阿松 通常會準備的第一個 比較基礎的當然就是號碼帶 因為這種就是你可以別的號碼付 或者是你用別針也OK 第二個就是 因為帽子是很重要的一個裝備 如果你到時候在後段 跑得很狼狽很醜 其實帽子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再來是我會帶一個像這樣的腰帶 那腰帶的目的呢 是裡面可以裝滿了很多 就是這些果膠浮肌皮 因為你在跑步全馬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需要大概四十五分鐘一個小時 就要吃一吃果膠 那如果你是直接放在口袋的話 跑步的過程 褲子可能會晃得晃去很不穩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像這樣的 腰帶式的設計 它就可以固定在口袋上方一點點 重點是因為我們要拍攝嘛 裡面還是要放很多電池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還蠻好用的存在 那除了這些之外 比賽的背心也很重要 穿一個適合自己的背心 我覺得這對比賽也是蠻有加分的 那重點來了 剛剛講的保暖 預含設備呢 包括袖套 因為其實我們都穿背心嘛 那背心的過程 你的手臂其實是大量接觸 比較冷的天氣 所以我自己會穿一個袖套 是比較保暖 看起來也是比較專業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手套 因為末梢其實很重要 那我自己在去年也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手套 你戴著如果要拿水 或是吃補給 建議可以先把它脫掉 因為如果你手 手套直接去接觸到水 手套失掉就沒有任何保暖效果 但末梢如果很冷 基本上你的身體 會是處於一個蠻冷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會建議 末梢一定要做好一定程度的保暖 那我會試天氣啦 有時候會在脖子上多加一個 就是保暖的薄圍 還是微薄 然後我會在中間 加一個這樣保暖的裝備 這些大概是我平常在 參加馬拉松會用的一些基本裝備 那最重要當然就是鞋子啦 去年我一樣是穿著 Adidas的這個 Adios Pro 3 那這雙鞋很厲害的是 去年在前100名的跑者當中 是最多人使用的一雙跑鞋 重點是去年的冠軍 蔣介文也是穿著這雙跑鞋 對 我自己覺得我跟Pro3呢 在去年跑起來的感覺是蠻匹配的 所以今年呢我還是希望可以在台北馬拉松 穿著Pro3來應戰 擔任我這次台灣馬拉松的重要角色 那這雙跑鞋呢 其實我在去年的腳感上啊 因為它其實是搭載了這個 雙層的Light Thrive Pro 那重點是它的鞋子非常輕 也很有一定的推進效果 那我自己在前陣子的這種跑鞋評測當中 也給它算是蠻高的評價 那它的推進效果 我覺得持續續航性也蠻好的 重點是它的鞋底啊 不會過度Q軟 因為你知道跑馬拉松 全馬試車功力很長 如果有時候太過Q軟的話 對於你的腳底的負擔也是另外一種 比較明顯的出現 那因為這雙鞋是比較扎實的派系 推進感受也是很持續性的輸出 所以台北馬還是會帶著它一起應戰 那除了比賽穿著Pro3這種碳板跑鞋以外呢 平常訓練也很重要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呢 我是搭配BOSSEN12來做使用 那因為BOSSEN12呢 它裡面的推進材質是玻璃纖維 所以它沒有碳纖維板中的暴力推進 在平常訓練當中呢 它是一個比較適合的選擇 那它的緩震呢 也是有一層Lightstrike跟一層Lightstrike Pro 所以其實腳桿呢 可以說它就是有點小Pro3的感覺 但比較中庸款 不會這麼過度暴力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平常訓練當中 就是搭載BOSSEN12來做使用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Pro3對於你目前的人類 還沒有辦法駕馭的話 BOSSEN12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我認為它在全馬 可能四個小時到五個小時 甚至是半馬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 穿BOSSEN12就已經綽綽有餘了 OK 那如果你們看到的影片呢 目前到台北馬拉松只剩下大概八週的時間 我會給大家一些訓練上的小建議 這八週呢你可以大概切為四週兩週兩週 四週呢大概就是基礎期的訓練 在這基礎期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是堆疊大量的有氧 那有氧的訓練過程大概維持90%左右都是慢跑 那除了慢跑以外呢 你可以加入一點點的速度刺激 來刺激你的快縮肌群 那透過這樣四週的訓練呢 可以帶給你一定程度的有氧累積 那對於你在賽事的後段準備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經過基礎期之後呢 你可以加入兩週的巔峰期 但是巔峰期呢 你可以加入一週大概一到兩次的間歇訓練 那總量呢可以盡量抓在一個禮拜 不要超過10%的訓練量 那如果你一個禮拜是跑50公里 你在一週的間歇訓量當中呢 就不要超過5公里 所以45公里可以是慢跑有氧耐力 就是都是基礎的慢跑 一強度二強度 那你可以加入大概5公里的間歇訓練 或許是1000公尺5趟 或許是600公尺8趟 那這樣加起來的里程 總里程大概不超過10%的情況下 對你的身體負荷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那在兩週的巔峰期結束之後呢 最後兩週也就是接近比賽的週期了 那在這段期間呢 你就可以稍微開始嘗試的把你的有氧 變成比較接近比賽配速 你可以把強度一區 變成強度二區的比賽配速 那你也可以稍微把前面的I強度的間歇訓練的強度 稍微調降到可能A強度 大概是2K到3K的這種長距離間歇 對你的比賽調整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重點是你在最後這8週的訓練時間 建議大家要加入2到3次以上的長距離訓練 除了每週基本累積15、20公里以上的訓練之外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做1到2次的25公里 甚至是兩個半小時的這種長距離訓練 對你的全馬準備上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在比賽前一週才看到這支影片的你 在這一週當中呢 盡可能的維持早睡的習慣 因為在比賽當天出發時間是很早的 如果你在這兩天的當中 睡眠非常不足的話 對你的比賽影響是會很大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在比賽前一週的時間 開始習慣 每天提早30分鐘到一個小時去入睡 讓身體把作息稍微調整得更早一點 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的睡眠品質比較提升的情況 對你的比賽表現也是會比較有幫助的 那重點是參加半馬或全馬的賽事 前一天正常飲食就好 不要因為你隔天要跑一場21K或42K 覺得我很累要跑多 我要多吃一點 不然明天會跑不完 如果你大吃大喝或暴飲暴食 吃平常不習慣的食物 很有可能在比賽當天 就會造成一些腹瀉肚子不適的情況 那這樣也會影響比賽當天的表現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幫大家整理的 台北馬賽前倒數八週的時間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準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到時候我們就台北馬賽場上見啦 重要的是 記得點取下方資訊欄 來參考我們這次即將參賽的 Adidas跑鞋